好了 再转移看看过年的消息 下星期一就是除夕了 在除夕夜在台湾其实传统的习俗 也是家家户户都要吃团年饭 这个饭有些基本上是在家里吃 但是也有到饭店吃的 近年来还有一些就是直接在外面订年菜 这个年菜的商机据说现在是非常的红 已经是比两年前翻了一倍达到40亿新台币 这么一个巨大的商机 来看吧 你好 帮你上宫廷鸭宴的片皮鸭 有片鸭 这是我们宫廷鸭宴的非斑鱸鱼 有鱸鱼 虾球 还有咕噜肉 猪鸭 鱼肉 海鲜都备齐 加上食素和炒饭相当丰盛 以鸭肉为主题的套餐 总共六个菜 5到6人份 要价3000元 除夕夜当晚如果你不想到餐厅吃 也可以送到家 你好 我是来去 喜欢单套 酒包提琴 去年10月才进群台湾的业者 想出噱头 跟十多家餐饮业者合作 除夕当天外送热年菜 最晚三点前下定年夜饭都吃得到 过年时候通常好多人都可能在家里自己吃饭 然后厨房里面他们是有剩余的产能的 所以厨师是的确有这个能力 可以帮助这个餐厅准备一些年菜 业者看好商机能帮合作伙伴 拉抬至少三成业绩 另一家平台新时外送就有年菜专区 像是火锅肉片年菜组合 否跳墙或是冷冻年菜都能外送 不过需要复热的生鲜类 大部分需要提前一天在小年夜下定 除夕当天五点前会收到 而熟食外送只营运到下午四点 这三年以来的状况来看 其实每一年的不管是年菜 或是过年期间的订单量都有大幅度的成长 然后我们也会加派人力 大概一成左右 是否总统 是否还会加派人物